然後我就想到一個 我小孩有一段時間穿長褲 夏天 為什麼 我說妳為什麼不穿短褲運動 不跟我講 後來我就有一天 他就問我說 爸爸為什麼我的毛病 有同事笑他 所以真的是我就說 你知道 爸爸好可愛喔 黃醫師 我想問一下 你在家裡也是這樣鼓勵你老婆的嗎 是... 你是說燙你不會嗎 你好感情喔 好 那我們剛剛聊到的是 其實我們家裡的孩子們 都演很大 但是我們其實還有一個 更會演的喔 是不是 我們的另外一半 真的也很會演 平常工作的時候就在演啊 回家還要演哪一操 因為平常小孩 其實都是我在帶嘛 那可是我們家的垃圾 通常我都會交給男生 那天他提早回來很開心 老公你等一下 順便幫我們去倒個垃圾 可以趕上垃圾車 結果一回來他就這樣 我覺得我這一天真的很累 有操到 我先去洗個澡 我覺得我有點不舒服 然後就 摸摸看 是誰 好像真的燙燙的耶 好 你操那麼多天 好 那你先去洗澡 我來倒好了 好不然你帶我回來 然後就 還沒有進門 站在門口 門還沒開 就有一天 看看你有沒有把他放高一點 你就聽到歡樂的笑聲 門一打開 你不是很累嗎 跟兩個女兒玩開了 玩轉圈圈啊 一手抱一個 我老大他現在是小二 他至少也有二十公斤 然後小的十五公斤 他就這樣整個 全部抱起來變超勇 那你也要過去說 抱我 我為你 對 然後馬上很瘦 竟然又好痛 對 所以啊 因為爸爸看到前世的情人啊 能量都已經激發了 那為了女兒 瞬間好是應該的啊 對啊 我應該是沒抱到 你在那邊不高興 對 吃醋了 可是說真的 我生了兩個女兒之後 我地位真的少很多 那剛剛你老公演很大 但他本身因為工作 就是演戲的啊 岳亭的老公會演嗎 為了求生存 你跟為了求生存 法國影帝耶 不是 為了求生存 不是 因為我老公 他會覺得說我們台灣人 為什麼有很多聚會啊 像可能朋友的老公 生日我們要 外國人不是很喜歡聚會嗎 對啊 可是他不想要來 我的聚會 而且外國人其實他們其實 只有聖誕節會想在一起吧 其實我覺得他老公的個性 是比較害羞型的 他真的很害羞 而且法國人 他們真的也是屬於那種 除非是自己人 他也不會想出去的那一種 所以我就覺得 每年過年都要去我媽媽家 他就認為說 因為我媽在桃園 他就覺得又濕又冷 他氣喘 過敏氣喘 所以他就認為 他會回去那個家很不舒服 結果那一次過年 我自己還帶個兩個孩子回去 他給我在那邊演什麼 家裡面亂成一片就算了 他還把自己的什麼安駁盒子 電動完就都接上去了 他好厲害喔 而且接的安駁盒 還是沒有我能看 全部什麼三百四百五十多台 都是英文節目 只有他能看 這是哪一招 然後我就說 你真的過起單身生活來了耶 你當真嗎 我就很火鍋 那時候剛好就過年 我就說那你在家裡面 單身生活 兩個孩子給你 老年也要出去過單身生活 就跑回去朋友家睡 就到朋友家 就是也去過我單身生活這樣子 夜不歸飲 所以就是有時候他裝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病 因為還有一次回到台灣之後 你看 真的 我告訴你 我們有幾個看過我老公 然後我朋友就說 叫你老公出來 然後你看大家去洗溫泉 去山裡面吃山雞 是不是都沒事 是 他其實很少參加我的活動 那一次我就說你來好不好 大家一起這樣 大家沒看過他就去 結果那位老兄 在我們爬陽明山的路上 他開始 真的犯氣喘 開始有那個要抓起來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說 我說等一下去泡溫泉 應該就好了 就那個就是熱氣來了 他才到了那邊下來 跟我朋友吃雞塊沒多久 他真的整個人不行了 我們叫救護車也不行 結果我就打快 趕快沒有叫救護車 我們自己趕快把他送下山 去醫院趕快照那個氧氣罩 他整個呼吸會 他根本就呼吸不上來 他是什麼哪一個山 有這麼高的熱氣 就是陽明山而已 陽明山就喘不過氣 是啊 然後再加上 因為他有皮膚病 因為他是牛皮血 不能夠泡 不可以泡熱血 我不知道 把它抓下去泡 它後面皮膚病先就 對 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們居家保健上 最容易的就是感冒的部分 那感冒其實有分兩種 有一種就是譬如說 像我們夏天的時候 其實是容易中暑的感冒 那冬天會比較是胃寒 吹了風 冷到的感冒 那這個時候其實我們的薑片雞湯 它就會有幫助 因為薑它是幫助血液循環的部分 暖 對 但是如果說像你在中暑的時候 其實薑它其實是一個 抗氧化的東西 但是它會就是刺激發熱 所以你這個時候 你再去吃個薑片雞湯 你會中暑的更嚴重 所以就會建議 因為他們在這個夏天的時候 就會來個冬瓜木耳雞湯 那個冬瓜就會降 我們的這個熱氣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居家保健裡頭 就是很多人會有腸胃的問題 比如說他會覺得 肚子好像脹脹的 不舒服 那我們其實 鳳梨雞湯 鳳梨雞湯它其實就是醃鳳梨 有沒有 對 那你醃鳳梨之外 其實你可以再另外再加上 新鮮鳳梨一起煮 那鳳梨的酵素 幫助我們的腸胃這樣子 鳳梨雞湯又好喝 小孩 小孩都很愛 對 如果其實下次你鳳梨雞湯 你可以再加一個蘋果 或者是無花果 你們知道那個無花果乾有沒有 對 吃起來就會甜甜的 對 好想吃喔 我們可以吃吃看耶 它就像是我們紅棗你知道嗎 只是因為西方人 他們沒有吃紅棗 但他們吃無花果乾 所以常常都會做料理在裡頭 無花果乾是個不錯的主意 然後再來就是說 如果有些人他會 比如說也會有脹氣 白蘿蔔也很好 白蘿蔔本身就是消食 就是消脹氣的概念 好適合我們兩個 也適合我們 我們一直在裝 每天兩個都在葬大哥 對啊 然後會說 對 然後那再來就是說 像腰痠背痛 因為比如說像我們女生 有時候做家事 妳知道做久了也會腰痠背痛 還有倒垃圾也會腰痠背痛 我們洗碗要洗碗 那個硅脂跟我們都不合 高度不合很容易腰痠 對 然後其實就是說 鈣鎂 其實對我們的骨頭 是基本的一個礦物質的來源 那鈣的話在牛奶會有 有人不敢喝牛奶 但是如果你敢喝的話 你就可以 如果你不敢喝 就單純就是 因為南瓜本身就是一個 鈣鎂膏的東西 南瓜本身女生吃都好 都好 對 那再來就是說 最後就是其實我們 往往都會體力 會比較消耗 我相信不分男女生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帶小孩 做家事等等 這些過程都會消耗 那像我早上 我自己很喜歡打一個 杏仁酪梨香蕉飲 對 杏仁酪梨香蕉飲 我已經這樣的感覺了 其實你不一定要杏仁 你可以各種堅果 因為各種堅果 有維生素衣 有鎂 都可以幫助你 恢復你的這個 就給提供你比較大的 這個能量 對 那酪梨是因為 它其實就是奶油果 好的優質 好的優質 對 那香蕉其實比如說像 因為甲離子高 像有些人血壓高 這些都是相對可以配合 婉萍很多人都說 早上空腹是不能吃香蕉的 到底這個說法 這是對的喔 真的有些人 對 跟我老公說過 這是真的 我上次跟他說 他還說那人家爬山 都是空腹在吃香蕉的 難道都會賭 因為大家 空腹要吃香蕉被我們大家阻止 被我們大家阻止 還被老公念禮 對 對 為什麼 對 不是每一個人 對 不是每一個人 所以就會提醒 其實那個就是自己很明顯 你就會有感覺的人 好 尤其是 因為其實香蕉它本身 我們目前沒有辦法那麼確認 可是如果在它比較偏 沒有完全熟的 它的抗性澱粉 真的是相對 跟別的這些水果比起來 它是高的 好 所以它會容易 真的有人會不舒服 是 我解惑了 生了兒子之後 你家裡一個小鮮肉 一個老辣肉 一定對小鮮肉 對小鮮肉的關注度 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老辣肉都會覺得 它被冷落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家那個老爺 然後有一次從大陸回來之後 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 他們都去了 拍了三個多月的戲 後來就躺在床上 就跟我哀叫 我說怎麼了 他就哀聲嘆氣說 老婆 我覺得我可能生病了 我說 我說很緊張 我說生什麼病了 我以為他拍戲很辛苦 或是覺得 身體有免疫力不好 怎麼樣 他說 我想說 白癫風 白癫風 我就聽過洋癫風 對 對 然後我就說 我說為什麼這樣撞 他就指著他的胳膊 你看 然後我就仔細地看 我說沒什麼 很正常 他說你再仔細看 我就仔細看 他就有一個小 差不多 芝麻那麼大 真的不誇張 就芝麻那麼大 一個小白癫 你說他怎麼判斷 然後是白癫風 我說這就一個嗎 他說 我的可能腿上 身上可能大約有個四五個 我覺得這可能是白癫風的前兆 說 那你快點休息 快點休息吧 然後我就躺在床上 然後一往就是翻來覆去 想白癫風 白癫風 就是白癫風是什麼 嚴不嚴重 聽起來很嚴重這樣子 真的 然後那段時間 我對他倍加呵護 然後他要不去醫院看一看 他說 不用不用 我覺得 我再休息兩天就會好 然後明天躺在沙發上 享受他那個老爺的待遇 那我們來看看老爺 他到底是裝病 還是真病呢 來 大家一起舉牌 一二三 沒有 沒有 我開始真的是認真的 就知道他後來 老爺擺明真的是裝 不是 他後來躺在沙發上跟我 他說 你要不要去下樓 倒個垃圾什麼的 然後他說 我覺得 不行 白癫風要發錯了 沒有 他換了 然後不是白癫風 他說 得皮膚癌的可能 太誇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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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黃醫師我都不用問你說 這到底真的假的 這太誇張了 可是他演得很像耶 可是我們其實最好奇的是 白癫風 是什麼 所以白癫風到底是什麼 而且他有前兆 對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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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